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个地方就告诉大家 我告诉你们啊 证明如何的命题怎么真呢 请大家看啊 我们注意啊 我们这个地方一定要搞清楚的是 就是我们在讲题目的时候 有两种思路 一开始你要误 我就看我讲完以后 你们大家能不能误了 误啊 FX 是属于CAB的 AB内是可到的 另外我还要告诉大家的是 FA 乘以FB 大于0 什么意思啊 同后吧 FA 乘以F 二分之A加B 小于0 心理证明 存在切套 位于AB的内部 是得FAP切套大于0 我们大家一看就知道 这是个弱尔性的定理 是不是弱尔性的定理啊 不要急 下面我们就来看 证明第一步 所以我就开始训练大家的思维 告诉我 见到这个东西想了什么 想了什么定理 两个东西称起来小于0 你不知道想了谁啊 两个东西称起来小于0 是不是想了0点定理啊 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是FA 乘以F 二分之A加B 怎么了 小于0 说吧 是不是表明左右两个端点是1好的 回答我有没有0点 是在区间上还是区间内 所以下面大家听起来就没有定理那么烦了 但是解听能力会在快速的提升 遇到一阵一阵零点定理啊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会存在X1 属于 什么区间告诉我 K不是B 0.0 是不是一定会存在一个X1V与K区间 使得FX1等于0 大家再继续 你不要忘记了是不是FA跟FB是同好的 大家再来看FB 乘以F什么 二分之什么 A加B 也什么 也小于0 懂不懂 是不是0.00继续使用 应该存在一个X2 问大家X2的话 回答我 是说K还是B 你们还说B 受不了你们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目前为止只有随时B 只有借着对你吃予全是开 听懂我的是没有 所以这个不能开玩笑 是二分之A加B 到B 懂得没有 那么使得FX2 是等于0 那么紧接着第三步 FX1等于FX2 等于0 大家说是不是可以使用路亚定理了 一定存在其他 是属于什么区间 给我说清楚 什么区间 K区间 是不是X1 X2的内部 是包含于什么 AB的内部 使得FEP 其他都有几 0 有没有看到 这就是 大家看到这里面有了两个定理 一个0点定理 一个如好吗 懂了没有 下面我们再继续 第二个 大家看好了 看好了 是 FX 属于C 0到3 在0到3内 可到 我就告诉你 我FX是属于 是0到3 0到3内 二届可到 所以二届 懂不懂 是二届可到 那么二届可到 与此同时 我还要告诉你们 不着急 我还要告诉你们的是 这个 三倍的F0 是等于F1 加上两倍的F2 等于几了 等于6 另外 另外F3 等于2 要你证明 存在切套 位于0到3的内部 使得F2 比切套 等于0 现在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们第一步 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已经得到F0是2 是不是F3也是2 懂吗 没错 现在你要记住 要证明这一点的二届倒数 等于0 大家知道我还有一个思想 我再找一个地方等于2 也行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今天上午讲过 你们见到这个东西 有什么想法 你们千万不能前脚学了 后脚忘啊 是不是 所以我说了 你前脚学了后脚就忘了 那就麻烦了 记不记得 我们上午说过 遇到函数值相加 怎么了 记不记得 记得知道吧 是不是记得定理啊 大家再告诉我们 在什么区间 是0到3还是1到2 1到2 是不是 这个数字就是 F1 F2了 没有那么大的范围 所以Fx 属于C1到2 我可以退出Fx 在1到2 3 有什么 最小值 最大值 懂了没有 懂了没有 别急 大家告诉我们F1 加上两倍的F2 说吧 小1的E3个什么 大M 大1的E什么 3个小M 是吧 这些动作慢慢数啊 但是你告诉我 中间加起来是几 16嘛 懂不懂 所以M 小1的G 小1的G 大M 可以听懂了 那么我问问大家 R叫什么值 R叫戒值嘛 所以这个时候 一定会存在C 回答我是B还是K 说清楚 对了 戒值定义是B啊 是存在C 所以一到二三 使得Fc 等于几 Fc等于2 到这里为止 你应该发现找到几个点的函数都等于2了 三个 所以紧接着就是第三步 是F0 等于Fc 等于F3 等于F3 同龙是G 有没有发现是不是我把这些所谓的相等的点是不是全部找到了 下面我就问你 就这个F来说 R 可以使用几次 两次嘛 是不是0到C可以用于C跟3要一次吧 所以就存在其他一 是所以什么区间数 K区间R 如往啦 0到C 7到2 是属于C到3 使得FEP7到1 等于0 FEP7到G 2 等于0 大家不要忘记了我几节课到 我二节课到 也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节到时候如果条件满足还可以用吗 好了 这个呢第四步 因为FEP7到1 是FEP7到2 等于0的吧 你告诉我二节课到啊 那就说明是不是如果条件还可以继续嘛 所以就存在其他 属于 K区间还是B区间 如果条件 应该是属于其他一 其他 是包含于AB 懂了吧 使得 F两批其他 等于G 0 你不要着急 所以我这个地方就告诉大家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是很常规的 有没有发现要用如何怎么办 是不是把 所有的相等力都找到了 大家别忘了 下面我们看第三题 你就会感到很失望了 找不到 找两个点相等力都找不到 请大家看我的 请大家看我的 请你证明 请你证明 存在 你两个点相等力都找不到 还三个了 也就是说你告诉我这三个条件你告诉我是不是F0是0 F1是2 有没有发现这两个点就不等 所以麻烦了 有没有发现我们就FX来说是不是两个点相等 我都找不到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们说一定要换视为 你现在告诉我二阶导书等于0 你完全可以认为是一阶导书用一次如何吧 所以你告诉我一下 袁寒书你找不到三个相等 你告诉我可以干什么事 一阶导书找几个等 一阶导书找两个等是不是也一样啊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要想找三个相等是没有任何可能 下面我就思考 能不能找一阶导书有两个相等的 所以这个你们随意我讲 要听啊 我呢 所以为什么讲你们大家在解题的这个意思非常关键 你们告诉我 对一个可到的函书 你如果见到两个相等 你有什么意思 如何呗 懂不懂 对一个可到的函书来说 如果见到两个函书只得是不等 大家有一种什么冲动 他如何的 哪个男人 懂我的事没有 你们有没有发现 F0是0 F1是2 不等吗 大家有没有发现 如何用不上是不是 那不用如何吧 黑水 对了 存在C 是属于 0到1的内部 哪个男人是不是也是K 是得F1P C 谁啊 说 告诉我F1P C是谁 F1 减什么 F0 出一水 一减零嘛 结果得一几 啊 得一二嘛 就得一二了 是不是啊 行了 大家告诉我一下 原函书是不是两个灯 我都找不到 我就可以作一言续 你可以找一介导 两个箱 能我找到了 有没有发现 因为F1P0 是等于F1P C 是等于二的 另外这个函书还几节可到 二节可到是不是如何可以使用啊 就存在 其他 属于零到谁的内部 大家说实际上是包含于谁 零到一 使得FGP 你还没其他等于你 啊 不懂啊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两个一介导书相等啊 懂不懂啊 是两个一介导书相等 所以结果是二介导书等于零嘛 懂了没有 懂了 那么实际上行二 现在讲了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具备的知识比较少 行二的话是仅由切塔 无其他的字母 没有其他的字母 没有别的字母啊 那么像这一种题目 我们怎么去做呢 请大家看 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在现阶段就讲一个 不讲很多 他有几个方法 我们就讲一个方法 叫还原法 不讲话啊 他老师问你一句话 问你一句话不急 我问你一句话啊 Lawing FX 秋导书会不会 大家刚才不学过吗 能不能告诉我Lawing FX 秋导书会吗 首先考虑谁啊 Lawing 那是不是FX分之一 这考虑谁啊 这个F什么 EPX 所以要擅长使用这个方法 好了 下面我们讲了啊 下面我们开始讲 还原法慢慢来啊 请大家看 第一个题 没讲话啊 没讲话啊 是FX 属于C0到1 0到1内可到 F1还是0 请我们大家证明 请我们大家证明 存在Cheta 位于0到1的内部 使得Cheta F1PCheta 加上两倍的FCheta 等于0 大家看看这个结果 像这种结果是很常见的一种提醒啊 那么我们说我们来分析 他老师问你 这个是字是不是只有切的 你切了 没找到字幕啊 就这个切的 他老师再问你几项 几项 两项 是不是就两项 他老师再问你倒数差几节 倒数差几节 就差一节 你有倒数我没有吧 大家听说两项倒数差一节 这种题目 使用还原法是最好的 请大家看好了 我来说 分析 第一个动作 把Cheta改成X 分析不是解体过程 所以我这个地方 在给大家新知有效的方法 我今天讲完了 下面你放心好了 速度快得很 很快掌握 我现在想问大家第一步 把结论里面的切它给X 第二步 就制造分子 比分模 对接到数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F1 PX 出于FX 你告诉我你干得见什么事 两边同时出于什么 FX 但是我就告诉你 是不是X也要出过来 再加上一个X分之几 2等于0 这是你的要做的工作 紧随之后 下面再继续 倒数 都说对了 对了 所以这个地方是Lawing什么 FX 大家不要着急 我后面也还原 还原就是倒数之前了 你能不能告诉我X分之二是不是 那我们的X分之一还原是谁 LawingX 那就是两倍的LawingX 那就是LawingX的什么 平方 你们告诉我 这两个可不可以合成一个 二和一吧 可不可以啊 是不是两个Lawing相加了 最重要的结果是Lawing什么 X分成什么 FX 有没有发现这就是辅助纹数 你要的辅助纹数 我可以轻松的搞定 所以我记下来你发现没有 你提高就快了 好请看我的证明 Nin phiX 是X平方 乘以FX 对吧 所以你们有的时候 各招辅助纹数难过啊 各招不了 我怎么各招不了 学啊 慢慢学 大家说这个函数 必须现在连续K之间的口道 都没有问题 懂不懂啊 没有问题的 谢谢唐老师问你一下 法语0是谁 法语0是0啊 大家最高中 法语1是谁 哎呦 你这个地方一个F1是0啊 0 0 是不是表明你各招的函数 可以使用了 那这个时候 这个可以存在其他 位于什么区间说 K区间 使得 5P切他 怎么 等于0啊 明白了没有 R5PX R5PX 说吧 不回去倒啊 RX FX 加上X平方 F1PX 等不等于0啊 那你告诉我这个数字的X换成切了 是不是应该等于0啊 回答我什么告诉我 R切了 什么 F切了 加什么 切了平凡 F1P切了 怎么 等于0 懂不懂啊 懂不懂啊 回答我 因为切他不得于几 啊 大家 成本的切他不可能是0啊 K区间怎么可能是0呢 所以你告诉我这个等式两名可以约掉什么 可以约掉切他吧 所以两倍的F切了 加上切他 什么 F1P切了 等于0 有没有发现很顺利的就证出来 所以大家一定要慢慢念 慢慢念